小烤鱼叛逆日记 其实小烤鱼是很抗拒回家的 但是最后为什么还是回来了呢 是因为妈妈说要带着孩子去旅游 有便宜怎么能不占呢 所以她就屁颠屁颠的被骗回了家 至于这个头发 妈妈也勉强接受了 这时候她居然掏出了 她攒了大半个月的衣服 她表面上说是妈妈洗的衣服 更香香专门带回来的 其实是她自己偷懒 相信大家都能看出来吧 妈妈当然不会选择继续溺爱的 并且狠心地扔给了小烤鱼一瓶香香猪 让她自己洗 这味道就像是雨后 清真漫步在开满鲜花的森林 这就是妈妈曾经给咱留下的 久久不会散去的熟悉香味 咱就是一整个咸鱼有水柱 搅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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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搅 行了 从现在开始再也不是看起来 臭臭的小烤鱼了 以后就是自带体香的高级鱼了哈 哦对了 这次妈妈说是要去海边 小烤鱼一定会努力吃很多海鲜的黑肥肥 好 好 好